大家好,歡迎收看台北大小事,你我關心的是,我是主持人李云真 嗨,我是何志偉,也是清真之友 OK,志偉,我們見過這麼多次面 你有沒有哪一次看我錄節目的時候,穿得這麼端莊、賢淑 並且從頭包到腳,你看我頭巾都包了 然後穿長袖的啦,然後穿長裙這樣 而且看起來還比較素,你應該從來沒看過吧 有嗎,你今天是比較怕曬黑是不是 因為最近太陽比較大,喂,不是啦 是因為今天我要來清真寺,其實我好緊張喔 為什麼緊張 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來清真寺要符合他們的穿著 有一些他們的規定,我還上網Google查了一下 發現人家說只要來到清真寺啊,回照圖 一定是要包這個所謂的頭巾 就是不能看到頭髮,我今天好像還看到了一點頭髮 就不能看到頭髮 除非你是蘇貞昌啊,就沒有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OK,然後而且衣服要穿長袖 你看我一直拉回來 衣服要穿長袖,而且要穿長裙、長褲 有啦,他們說女生的肢體跟軀幹 盡量不要露出啦 所以不能穿迷你裙或是泳裝之類的喔,真的不可以喔 而且這個首飾的部分也要遮一下會比較好 對對對 就以回教圖的觀念來說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謂的清真寺的文化 還有回教的文化 那當然我們要入境隨俗嗎 我今天就這樣算是及格嗎 這樣子絕對不會曬黑,可以省很多防曬乳 沒錯,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在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禮節需要被注意的 我們進去看一看吧 好,那清真寺呢很好找 其實就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對面 你會發現呢 它的欄杆上面有好多好多個月亮 還有呢,你看它的屋頂 就是很標準那種阿拉丁那種感覺有沒有 圓的那種拱頂就是清真寺 它呢,可是台灣跟世界跟回教國家的櫥窗喔 它的興建是由外國人 當時有很多回教國家的國王喔 一起出資在台灣蓋起來的 那在這裡呢,是世界上面 非常非常罕見有台灣味的回教 台灣味的這個清真寺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好不好 我想想看,想知道說什麼叫做有台灣味 接下來呢,我就要帶你來看看 清真寺到底長怎樣 但是有個關鍵人物就是清真寺的董事長 叫馮童瑜 嗨,你好,歡迎歡迎兩位 歡迎,歡迎,歡迎 董事長你好 等一下邀請董事長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回教國家在台灣 最美麗最璀璨的一個珍珠在這邊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它的原油好不好 好的,我想這種建築是1960年完成的 到現在58年了 正好我們在這個月的28、9號 就有一個四慶的活動 到時候歡迎市民朋友觀眾朋友 能踴躍到台北清真寺來參觀 其實清真寺它有一些建築上面的特色 那建築上面的特色我們要看的是 為什麼有這個所謂阿拉丁式的那種感覺 我們好像是來到覺得前面 應該還有一個魔毯那一類的感覺 才會很符合這裡的風格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上面有一個圓頂 然後還有一個月亮、月牙溝呢 好的,我想回教對於這個月牙 太陽、月亮都很講究的 比方說我們什麼時候要開始風摘 那要看月亮才決定 什麼時候開始這個結束摘月 也要看月亮才做決定 所以這個對於這個伊斯蘭利裡面 跟我們的農民利有一些吻合的地方 都望月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圍牆上也好 在所有的煥拜塔屋頂上面都有過月牙 這是回教建築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剛剛志偉他有提到說我們台灣的清真寺有台灣味 台灣味 那我一定要知道說台灣的清真寺 台灣味到底在哪裡 你跟我們指一下有什麼地方 台灣味其實嚴格來講 這個建築是一個台灣做的 在當年是比照土耳其的奧特曼帝國式的建築 而它的形式多半是有土耳其的風味或者是羅馬 你看我們那個回廊中間這五道月牙門 這個拱門這都是也是比照羅馬帝國 是一個中和式的一個建築 因為它在地一定要有在地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當初在1960年完成的時候 民國49年完成的時候 有各國的中東國家的元首 也來參加我們這個洛神典禮 或者後續有很多國際間的友人 或者是中東國家的國王總統來的時候 也都到這邊像約旦國王的湖深 伊朗國王帕勒維 沙烏地國王費斯爾都來過這裡 那最近幾年有甘比亞總統也到這邊來 他們的國王也都到 因為到來台灣訪問以後 一定要到清真寺走一趟 那台北清真寺就是台灣回教的 一個代表性的建築 誼 志偉我想知道一下 對於這種試訂古蹟嗎 對 試訂古蹟 其實它會有一些 因為很久了嘛 是的 58年了 58年了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些古蹟上面 有一點點灰色 那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 其實古蹟在台灣有分兩種 一種是公家的 就是公有建築物 另外一種是私人的 那像我們的清真寺 它就是私人古蹟 但是其實只要它是認定為古蹟 而且它又有國際性質的話 市政府其實是應該要幫忙的 那我們看歷經走過半個世紀 那現在台灣從中央到地方 全世界都很注意 就是清真文化跟回教文化 未來的動向 那我想清真寺在台北 台北出發 迎些我們所有東南亞 甚至是回教國家 在沙奧地阿拉伯的國家們 他們其實每一次來到台灣的時候 都是有董事長這邊 有清真寺 他們最重要一站 就是來到台北清真寺 那台北市 我們在議會裡面 不斷的質詢 不斷的要求 它也開始剝裂一些預算 要做常態性的維護 甚至是在國際上面來做宣傳 在國內也來做一些宣導 希望大家真正要走向國際化 不是你出國多少次 走向國際化是你知道對方多少 了解字題多深 那清真寺 台北清真寺 是台灣非常好的一個 邁向全世界的舞台之一 這樣講好了 其實就我看了一個報道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台北市 應該要讓人家覺得很榮耀 因為是在整個全世界來說 是第二名認為是非回教國家當中 對穆斯林友善的程度 對穆斯林友善的程式 對穆斯林友善的程式 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來介紹一下 清真寺裡面又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走吧 好 但是我眼前這個塔是什麼模式啊 OK 這個叫做幻拜塔 幻拜塔 就是呼幻的幻 禮拜的拜 禮拜的拜 塔 那就是說在我們回教 每天有五次要禮拜 禮拜之前會有四師父或是阿宏 在幻拜塔上來呼喚教卿 禮拜的時間到了 請大家準備梳洗大小禁 喔 所以那個幻拜塔就像麥克風一樣 就是呼叫大家趕快來拜拜 趕快來禮拜 趕快梳洗這樣子 古時候是真人站在塔間呼喚 那它這麼高我哪聽得到 上面有擴音嗎 還是 一定有的 現在來講就有擴音器 直接透過塔間向外播放 所以古時候就是真的人在上面大喉大叫 呼喚喔 來喔 來喔 趕快來禮拜 趕快來拜拜這樣子 它是有古蘭經的幻拜塔 有這個祈禱詩 那祈禱詩應該丹田藥很有力對不對 肯定 待會我們可以聽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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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迫不及到我們趕快進去吧 OK 那是呀 欸 允真剛剛風吹來吹去 這樣看起來越來越像新娘子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我找一個超專業的 幫你包個超經典的好不好 好啊 好 好 馬上姐來替你服務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願主赐您平安即庆 您好 您好 歡迎你們來 那兩姐可以幫他包個超級一點嗎 是 是 是 當然 當然 不好意思喔 那麻煩你幫忙 對的 應該是要把頭髮捉起來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為什麼戴頭巾 頭巾就是為了遮羞體 那穆斯林的羞體就是手腕以上 腳踝以上 還有頭髮要遮住 前胸要遮住 好 那這樣是不是太像新娘子了 這樣探你的新娘子 那你幫他弄個經典一點 我給用手要剝您的頭髮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前面的瀏海也不能用 對 因為這樣子的包包法我要 這是一條嗎 對 一條 我必須要打開 沒問題 因為這樣 全部配合你 後面會包不到 不好意思 我先把您撥這樣好不好 然後頭髮撥到 對 後面去 最主要就是遮到頭髮 還有遮到前胸 這時候必須要跟凱博的長官們 同仁們呼籲一下 你的粉絲臉漂亮 人美真好 怎麼包裝好看 謝謝 謝謝 真的非常謝謝 原來這個女性在回教國家 她們其實是需要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頭巾 把修體給遮住的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是也要入境隨俗嗎 每次來到清真寺也要這樣子 盡量這樣子入境隨俗 是一個禮貌 是一個尊重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做 那我們最起碼要不露修體 就是四肢軀幹不露 那至於 至於面筋頭巾部分 我們不是要求那麼嚴格 因為回教也有很多不同的教派 他們的報告方法 這是最基本派 最基本的 有的像ISIS 他們只撥只有兩個眼睛在外面 只有眼睛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有不同的層級 這是最基本要求 所以如果來到清真寺的話 大家記得一定要穿長袖 手腕以上的要遮住 腳踝以上的也是要遮住 對 把軀幹露露出來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裡面的設施會是如何 我們現在進來的地方就是大殿 我突然發現你的講話聲音變小了 對 竟然說不可以大小 對 要比較重重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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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而且最主要是要脫鞋 對 要脫了鞋以後才能進到大殿裡頭來 對 那我們通常來講 對穆斯林來講 這是一個禮拜的大殿 那在做禮拜之前 都需要做個大小禁或小禁 是 那最起碼你的四肢 入在外面的部分要做一個禁息 然後女性的話要飛升一旗 才能進入這個大殿做禮拜的地方 才表示保持捷徑 是這樣子的 其實保持捷徑 就像我們有時候去廟禮拜拜 或是說不同的宗教做禮拜 其實保持一個乾淨 對 對 對 從外面的乾淨到新的洗禮 對 是的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整個大殿 它富含的意義是什麼好不好 我想這是一個當初 比造土耳其奧特曼帝國式的一個建築 那你包括各位看的 牆面上的琉璃 橙色玻璃 都是當年有進口的 那現在來講 如果有毀壞的話 已經找不到這些材質 那只能補充一般的白色的玻璃 好 大家去看這個屋頂 這圓頂高有15公尺高 15公尺 透 透 就是 從地下 挑空 挑地 挑空 挑空上 超高有15公尺 台灣最高的一座圓頂 是 你假如在三樓以上在做不一樣 台灣最高的在這裡 對 最高的 挑空 挑等 因為它要做建築的結構 它如果要做這樣圓補的 其實是蠻困難的 對 各位再往前面看正前方 這個方向就是朝的賣家的方向 我們做禮拜之後一定是朝賣家 在台灣來講是西方 偏北大概15度 是一個最正確的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是當初在修建的時候 就看好了地理位置 然後方向定好 所以你在外面 從馬路上看我們的大門口 它不是一個正的 是有一個角度 就是配合這個大殿的禮拜的方向 所以我們回教也不拜偶像 所以在我們在禮拜的方向 是沒有任何的人像 或者雕像都沒有 那我想到各個宗教的 他們 有一個偶像謀拜 他們會有一個具體的形式出來 對 但我們在回教 莫斯林的代價是沒有這個 沒有偶像崇拜的 所以前面跟很簡素 很素一樣 很高的一個空間 那禮拜的時候我們所有的教情 要是一排一排站好 前後大約是一公尺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地毯 也是都做了一個規格 每條線就一排人 每條線就一排人 在禮拜的時候 站班是不分年齡 不分種族 膚色 也不分貴賤 可能國王旁邊是個小朋友 或者國王旁邊可能是一個老師 也許是個外國的 甚至於可能是個起肝 OK 所以人是平等的 平等 人員平等 在回教的教義裡面 在這方面 對 大家沒有種族階級的劃分 在禮拜的時候大家都一樣 我們的觀眾朋友 其實很好奇 可不可以帶我們 往前面一點點去看 就是我們面對的 就是賣家的方向 賣家面對就是一座牆 因為我們是不做偶像的摩拜 這個木頭座的階梯 這個木頭座是我們的教長 壹媽媽講道宣教的時候的演講台 他宣教的時候他必須稍微有個角度 讓他面對所有的教情 那是一個講台 他在禮拜之前講完文 講完這個糊塗拜以後 宣教完了以後 他就會到中間來做禮拜 在最前面帶著大家一起做 宣教之後 他也跟大家席地 一起做禮拜 是的 所以在所有禮拜之前 教長的這些護特拜演講 宣教動作是很重要的 董事長 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在回教他的基本交易裡面 除了平等之外 他們最基本的一些交易 有啊 因為大家對於回教 還是蒙上一層 比較神秘的面紗 好 待會兒我會帶你看 我們回教信仰的是什麼 口說可能要打字幕 等一下我們拍實景 讓你看一下 回教究竟信仰是什麼 是 那回教我們最重要的 有五樣功課 念禮 摘刻 朝 念是念經 念古蘭經 禮是做禮拜 摘 摘接月 媽媽蛋 課是捐獻 朝是朝景 希望在你有生之年 在環境許可的之下 老麥家做一次朝景 就是那個一年一度 全世界人類的大牽扯的概念 很多人就圍著麥家 繞圈 神秘的盒子 對 對 對 那叫天房 天房 在那邊繞 哇 是 我聽到那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我每次看到那個新聞畫面 我其實心裡面會很感動 感動 對 對 我就看到說這是宗教 要凝聚人心的力量 一個向善的力量 對 所以我們到台北清真寺 每年都看到開齋節的時候 我們這裡人滿文慧患 院子坐滿不講 我們已經到向市政府 升起了路權 把新生南路都封起來做禮拜 可能以後連大恩森林 都還會的 因為對面就是了 對 對 對 那是不是可以再繼續帶我們導覽呢 除了在這個大禮拜堂之外 我想我們現在站的是 男生禮拜的地方比較大店 二樓是女店 所以男女分開 男生在樓下 那男女分開的原因 因為女生我們是保護女性 然後做禮拜都要很沉靜的心 然後很平靜的心態 那所以呢 女士的禮拜中間呢 如果有裙腳不小心撩起了 或者身體的扭動 擺動 會影響男性的心理的平衡 所以我們就避免 就把女生通通放在樓上 或者 如果只有一個禮拜店的話 女生就在後面 男生在前面 是做這麼一個保護的動作 那這是回家做禮拜的一個特色 Check it out 網絡交朋友 怎樣才安全 個子不亂填 壞人看不見 Woohoo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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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不亂點 小心有詐騙 郊遊要慎選 約會西半箭 地點要安全 野狼不出現 記住以上這幾點 網絡交友樂無限 Oh yeah 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 我們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 我們現在所在地是男生廁所 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是做節目 所以大家不要笑我們 那我們做的地方呢 他們有一個儀式叫做小禁 在正式禮拜前要做一個小禁 禁是乾淨的禁 那我們是不是請董事長 幫我們講解一下 說明一下 他們小禁到底要洗哪些東西 OK 好的 我們現在又進入畫面了 請我們的教卿歐陽山多 來做一個示範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歐陽山多是歐陽龍的親戚嗎 可能 哈哈哈 OK 好 好 Go ahead please 這個漱口 漱口也是三遍 啊 啊 漱口完之後就嗆 嗆鼻子 啊 把那個水啊 那個鼻子裡面啊 把鼻子洗一洗 把鼻子洗一洗 接下來就是洗臉啊 哦 臉 來 洗臉 那洗臉啊 一定要確實洗到整個臉 三遍啊 一樣三遍 一定要搓這麼大力 接下來呢 就是說 接下來是洗手 手就是從這邊 一直到 這個手環這邊 手環 露出在外面的部分 都要把它洗到 不可以到一般而已 不可以 這樣有三遍 因為手啊 有分 左分跟右 因為它有分開的 所以呢 從右邊開始 先洗右手 再洗左手 這樣子的 再分左手 好認真哦 哦 真的洗得好 肯定啊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你隨便洗 像是隨便洗窗 那你這個是不成立的 嗯 你這個禮拜也沒有用的 好 它就這樣 接下來要抹頭 抹頭就拿水 把水放開 這樣這樣子 頭就抹一抹 用濕的手去抹 把頭上的灰塵給它抹掉 都繞一圈 這樣子 然後洗耳朵 然後接下來是洗腳 洗腳也是一樣 先右腳 再左腳 那洗腳啊 它的水一定要到腳踝這邊 不可以沒有超過 嗯 腳踝和指頭間的縫隙都要洗到 一定要三遍 如果說忘記幾遍的話 你就拿最小的 比如說我忘記大概三遍還是兩遍 忘記了 你就拿二 再加一遍 不是 如果說忘記的話 忘記的話就再洗兩遍就對了 不是 如果說我忘記 我到底洗幾遍呢 我一起講話 好像是洗了三遍 可是又好像是洗了兩遍 那我就拿小的 然後就二了 再加一遍 哦 是這樣子的 好 如果說你洗好就可以 洗好就可以 不要把水乾淨 不要隨便亂踩 好 我的鞋子很乾淨的 好 這種東西 所以你穿的鞋子 如果不乾淨 你不是前面白洗 忘記一洗好之後呢 忘記一洗好之後 我去上廁所 他出來就要講東西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溫陽山多 給我們做的示範 好 那百聞不如見 你現場看一下 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真的 從小到大第一次看到人家做小鏡 覺得 哇 他們的這個 所有的步驟都好確實 而且都很認真的在做 就是他們很崇敬於他們自己的宗教 對 我剛剛 其實在看他在做小鏡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一點感動 因為他是為了他虔誠的信仰 在把自己洗得這麼的乾淨 那背後是有一個信念在的 沒錯沒錯 所以一天五次禮拜之前都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每天要做五次 對 了解了解 那我們再去到那個清真寺的門口 再來談一談 好 再看一下禮拜的狀況 看一下禮拜的狀況 其實志偉啊 董事長我要跟你們講 其實你們看到我今天特別的拘謹 你知道是為什麼 什麼原因嗎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知道到了清真寺或回照國家的時候 感覺很嚴肅 一方面是覺得嚴肅 一方面我又覺得有點怕怕 怕怕什麼啦 因為 東西那麼好吃 因為 你只要聽到回教啊 或者伊斯蘭啊 大家就會很直覺聯想到 恐怖攻擊 那你會這樣想嗎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對 大家都會對於這個伊斯蘭教或者是什麼 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直覺的聯想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讓大家會覺得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OK 你看到我們聽說哪一位人雄心極惡的樣子嗎 沒有啊 是不是每個都很和善 是 OK 那這個也不能怪你 那這個情況是根據國際局勢發展而成的 那國際媒體受西方影響 那把回教跟 伊斯蘭教跟暴力啊 給他劃了一個等號 這都受媒體的影響 那我跟大家報告 自從911之後 這種情況更加嚴重 是 但是 經過長時間大家考慮以後 在911之後 全世界 皈依信仰回教的人數激增 反而是變多了 他關心回教的人更多 想了解回伊斯蘭教的人更多 我就以台北清真社來舉例 在911之前我們的參訪人數 到了911之後參訪人數啊 成好幾倍的成長 大家都在好奇 為什麼國際間把它劃成等號 那最近 也就是在去年 教宗還有法國總統 都先後發表這一方面的言論 他明白地告訴各位 不要把 伊斯蘭教跟暴力化成等號 那他也舉了很多例子 比方說在各國都有暴力組織 這些暴力組織 他們的信仰宗教都不同 那是不是把基督教 天主教佛教 也化成了等號了呢 所以是不公平的 所以用說 伊斯蘭教就等於暴力 暴力又等於 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這個不是由我們回教人自己辯解 而是經過教宗 也經過法國總統 在公開演講裡面所做的一個呼籲 我想這一點大家應該很清楚了 其實我覺得宗教就是一個哲學 所有的宗教在講到最後都是愛與智慧 對呀 那問題在人身上 那到底誰來論述 誰在指責別人 那那個誰又是誰又為了誰呢 嘿嘿 太哲學了 那我今天其實來到這邊 我總是覺得每一個宗教都沒有對或錯 不應該這樣去批判它 或者是貼標籤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 有一個Muslim Muslim的這個洗禮 你有沒有覺得肚子餓餓的 哈哈哈哈 其實呢我們把這個所謂的回教文化 我們今天只能虧知一二而已 不過呢 當然你已實未聽了 對 我們雖然對於這個回教文化 我們有大概的了解之後 我們從美食來下手 下一集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家好好地介紹 所謂的回教美食 而且還有所謂的清真認證 現在台灣呢 我們從議會開始 都會一直不停地地協助輔導 台灣走入這個全世界 十七億人口的市場 那我們在清真寺一直要洗手 洗著洗著就很想吃東西 那聽說我們這個四慶也要開始 是 對 就在這個月的二十八號二十九號 在台北新真寺四慶活動裡面 有伊斯蘭美食展 這個最讓你嚮往的 我們同時免費地為大家做導覽 太棒了 二八二九就在這裡 然後你現在看到草地呢 就會很多很多好吃的 你說有這個 有那個 中東的沙威馬 沙威馬 芝麻醬燒餅夾肉 芝麻醬燒餅夾肉 那個新疆抓飯 抓飯新疆的喔 狼餅 它有沙爹是不是 對對對 有魚的還是魚的 那個沙爹 那個沙爹 因為它烤到有點小小微焦 我們攝影大哥居然在吐舌頭 好了好了 如果想要知道這些美食的話 下禮拜請繼續鎖定我們的 台北大的小事 你我關心的事 我們下週見 拜拜 好